陈继六 陈玄帝太建七年 以为公元575年 一、春、正月、新内、上四南郊 一、春季、正月、新内 十六日陈玄帝到南郊祭田 二、回友 周主如同州 二、回友 十八日 北州国主去同州 三、以害 左卫将军凡一刻同州 三、以害 二十日 陈朝左卫将军凡一功克同州 四、姬主海燕 四、北齐后主回燕城 五、新四 上四北郊 五、新四 二十六日 陈玄帝到北郊祭帝 六、二月 丙须坐 日有时之 六、二月 丙须坐 初一 初现日时 七、雾身 凡一刻下坯 高炸等六成 七、雾身 二十三日 陈朝凡一功克下坯 高炸等六座城尺 八、其主言与色纳 不喜见朝事 则非宠孙立侠 未尝交语 姓诺 不堪人事 随三公 令 鲁奏士 莫得仰士 截留陈大旨 经奏而出 成是祖涉太之余 以为帝王当然 后宫皆宝一御时 一群之废 只值半辟 敬为心 巧 朝一西壁 圣修公愿 穷其壮丽 所好不偿 受惠又赴 百宫土木 无时休息 夜则染火照作 寒则也汤为泥 早进阳西山魏大象 一夜燃油万盆 光照宫中 没有在意寇道 不自贬损 唯多舍斋 以为修德 好自谈琵琶 魏无仇之取 竟是何知者也百数 民间魏君无仇天字 于华林园 立平儿村 弟子一蓝履之福 行且且皆以为乐 又解诸西比诸城 使人一黑一公之 弟子帅内三巨斗 八 北齐后主说话吃顿口 吃 不喜欢见朝廷的官员 如果不是宠爱亲近的人 从不和别人交谈 性格懦弱 不愿意别人看他 尽管是三公 上书令 鲁上书士等大官向他揍事 不能抬头看他 都是见要地说一些大败情形 便惊恐地离去 后主继承了五成地奢侈过度的渔风 以为这是敌王里所应当的享受 后宫的妃嫔都是锦衣玉食 一条裙子的费用 甚至只一万匹捐博的价钱 工人们在衣着的新漆经校上相互竞赛 早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被当作旧衣服 大 是修建工事园林 壮立到了极点 对所喜好的反复无常 屡次毁坏后又重新修复 从事土木建筑的各种工匠 没有一时的休息 夜里点齐火把照明工作 贴冷时用热水和泥 开凿尽阳的西山建成巨大的佛像 一夜间点燃满盆油灯 灯光可以照到宫中 国家有灾和寇道 从不谴责自己 只是多设斋反向僧徒施舍 以为这才是修行既得 喜欢自己弹琵琶 扑声名叫无仇的乐曲 周围跟着唱歌的侍从多道上百人 民间百姓称他为 无仇天字 后主在华林园设立平儿村 自己穿着破烂的衣服 在村中也行起为乐趣 又划下西部边境一些城池的图样 依照图样仿造 派人穿了黑衣 木防北州的士兵进攻城池 后主自己率领宫里的太监 假装在成立抵抗作战 宠任陆令宣 木提婆 高阿娜公 寒展鸾等载制朝政 宦官邓长 陈德信 胡尔和洪真等 并参与集权 各隐亲党 超级险位 关游才进 寓也会成 敬为奸闪 杜正害民 旧仓头流桃之等 皆开府封王 其 于宦官 胡尔 歌舞人 见鬼人 官奴婢等烂的富贵者 代相万数 数姓封王者也百数 开府千余人 一同无数 领军一师至二师人 师中 中常是数十人 乃至狗 马吉英亦有一同 郡君之号 有斗己 好开府 皆实其干路 朱毕姓 朝夕于世左右 一夕之废 动于居万 继而府藏空节 乃次二三郡或六七县 使之卖官取职 由世卫首领者 律阶富商大甲 敬为贪宗 民不聊生 后主宠信正永路 宁宣 木提婆 高阿纳宫 韩唐 鸾等主宰朝政 宦官邓长 陈德信 胡人和洪真等 都参与积药的权柄 各自引荐亲戚旁荡 高居显赫的官位 向他们奉的钱财 可以做官 进行贿赂 可以制造冤狱 相互争着对后主欺诈缠妹 败坏朝政 祸害百姓 从前使奴仆的刘桃之等人 都开赴封王 其他的宦官 胡人 歌舞的尹人 巫师 官府的奴婢等 轻易地得到负贵的 大概将近上万人 外姓被封王的有上百人 开赴的有一千多人 封为一同的不计其数 领军一时达到二十人 世中 中常治有几十人 甚至狗 马 猎鹰等禽兽也有一同 郡君的封号 有的斗鸡被封为开赴 享受相应等级的俸禄 一些受到宠性的卑鄙小人 早晚在扣主周围事后取了 一次游戏的费用 动辄超过一万 进而国库空节 便赐给这些人 二三个军或六七个县 让他们出售官决收取钱财 因此担任首令的 大都是富商大甲 争相贪污放纵 民不聊生 周高祖谋罚齐 命边镇一处 家数族 其人文之 以增修首欲 祝国于亦建约 将亦相亲 护留胜负 妥损兵处 无意大计 不如检年计好 师比谢而无畏 然后成奸 出其不义 一举刻取也 周主从之 被捉武帝计划 征讨北齐 下令边镇增加储备 增添防守的士兵 北齐听到这些消息 也增加修正手欲点 北周的祝国于亦 向北周五帝劝说道 相互侵犯国界 各有胜负 白白地损失军队和储备 对大计没有益处 不如解除紧急状态 保持友好关系 使对方松懈而没有准备 然后寻找机会 出其不意 就能一举而取 被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为孝宽尚书臣三册 为孝宽尚书武帝 陈述三条计策 其一曰 缠载边际年 颇见见戏 不应机会 难以成功 使以往岁出军 徒有劳费 功绩不利 有失机会 何者 长怀之难 就为沃土 臣氏已破亡于尽 有能一举平之 亲人历年复旧 丧败而返 内力外叛 既尽力穷 仇敌有信 不可失也 新大军若出止官 方轨而进 坚与陈氏共为极角 并令广州一旅出自三丫 又木山 南萧瑞 沿河而下 赴前北山基湖 决其并 尽之路 凡此诸君 仍令各母官 和之外尽勇之士 后期局上 始为前驱 跃动穿移 雷快电机 百道俱进 并去鲁亭 必当旺旗奔溃 所向崔铁 一荣打定 实在刺激 第一是 陈在边地多年 曾见到不少可乘之机 但不及时利用 难以成功 所以往年军队出征 只有劳累耗费 没有树立功绩 都是由于失掉机会 为什么 淮河以南 以前是肥沃的地方 陈氏收拾起梁朝破亡 后的残余力量 还能一举将他讨平 亲人每年去那里援救 都遭到失败而归 现在其国内有离心 外有叛乱 既尽力穷 仇敌之间有了破绽 这种机会不能失掉 现在大军如果发兵之关 辆车并行地前进 简而与陈氏共同夹击敌人 并下令广州一军 从三押出兵 另外争目闪南的勇猛锐利之士 沿黄河而下 在派前北山的鸡湖 截断对方并州 晋州的通道 以上这些军队 仍旧命令各自争目官 和以外的强壮勇敢之士 给予优厚的 爵位和赏赐 派他们作为先驱 山洞和以向雷电班地惊动激烈 从许多道路并投前进 直取敌人的内庭 敌人一定望其奔逃溃败 我军所向之处 敌人都会挫败消灭 一次征伐就能使天下大定 确实在于这次机会 秦日曰 若国家更为厚图 为及大举 已与陈人分歧兵士 三崖以北 万春以南 光是屯田 欲未注击 慕其消汉 立为不武 笔记东南有敌 荣马相持 我出骑兵 破骑将义 必若兴师复原 我则兼必轻也 待其去远 还复出师 常以编外之君 引其复心之重 我无速冲之费 必有奔命之劳 一二年中 必自离盼 窃其是荒暴 郑朱多门 被日卖官 唯利事事 荒严久赛 既害忠良 何境敖染 不胜其比 以此而观 父王可待 然后成奸殿扫 是等催枯 第二是 如果国家进一步 为以后谋划 一直还没有大举进攻 最好和陈朝 一同分散齐国的兵士 三崖以北 万春以南一带地方 广为屯田 预先储备居良 招募勇猛强悍的人 组成部队 齐国的东南有陈朝和他为敌 双方的军队对峙 我方派出骑兵 就能突破齐国的国界 对方如果派军队来增援 我们可以兼幣清野 等他们远去以后 重又出兵 我们经常与边界一带的军队 调动对方心腹之间的军事主力 我方不需准备隔夜的粮草 对方却有疲于奔命的劳累 一二年中 对方内部必定出现离心而叛变 况且骑士会用暴虐 正出多门 被日脉官 唯利仕途 荒野酒塞 既害忠良 全国哀嚎 不胜其比 由此看来 灭亡指日可待 然后寻找空隙发起迅雷 不及掩耳的攻击 等于催枯拉朽 腐朽的敌人很容易被打垮 其三曰 西剧剑王武 上妻十载 武王曲咒 由凡再举 今若更存尊养 且复相识 陈伟仪还重临好 身其猛曰 安民合众 通商会功 蓄律仰威 观信而动 思乃长策远遇 作字兼命也 第三是 古代的勾剑要灭亡无火 尚写为期十年 周武王征讨商咒 还曾再次出兵 现在如果能再乱世 暂时退隐 等待 时机 陈认为应当重新表示 尊重友邻 重申盟约 安抚百姓和睦大众 互通贸易优惠工匠 养精蓄瑞增加升威 等待机会而行动 这好比是用长长的马鞭 远远地驾驭拉车的马匹 可以坐得兼并对方 书奏 周主引开府仪 同三司一楼迁入内殿 从容为曰 郑玉用兵 何者为先 对曰 其是审逆长优 单昏决涅 其者冲之将狐吕明月 以避于产口 上下离心 道路雨目 此一曲也 地大笑 三月 丙辰 使千余小四寇远 未聘于其以关心 为孝宽的奏书成胜以后 北周君主把该府仪 同三司一楼迁召进内殿 从容帝问他 朕要用兵 以谁为最先的对象 一楼迁达到 其国的执政者 沉勉在欣赏 歌舞杂耍之中 酷实饮酒 他们冲锋陷阵的 永江湖吕明月 已经死在禅言之中 上下离心 律德 百姓涉于暴政 在路上相见时不敢交谈 只能以某事意 这是最容易攻取的 无力大笑 三月 丙辰 初二 派一楼签和孝司 后原委访问北齐 借此观察 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机会 九 丙吟 周主还长安 九 丙吟 十二月 北周国主回长安 十 夏 四月 甲午 上响太庙 十 夏季 四月 甲午 初十 陈玄帝到太庙祭祀 十一 监与周辰陶根得清游 宪职 赵浅还民 又表上支撑罗文锦 被各二百首 赵与云龙门脉分支 十一 陈朝的监狱周辰陶根得到清游 献给皇帝 宣帝下赵还给百姓 陈陶根右上表现上 撕支的罗文锦 被两种各二百箭 宣帝下赵在云龙门脉将锦 被全部分毁 十二 庚子 其以中书金阳修之位上书又扑射 十二 庚子 十六日 北齐任命中书金阳修之位上书又扑射 十三 六月 仁臣 以上书又扑射王为左扑射 十三 六月 仁臣 初九 陈朝任命上书又扑射王为左扑射 十四 甲虚 积主如晋阳 十四 甲虚 北齐后主取晋阳 十五 秋 七月 秉虚 朱主如云阳宫 十五 秋季 七月 秉虚 北周果 朱去云阳宫 大将军阳奸自相其位 姬伯夏大夫长安来和常委坚约 功宴如鼠星 无所不找 当网络天下 愿认诸杀 大将军阳奸自容相貌奇特壮美 姬伯夏大夫长安来和曾经对阳奸说 您的眼睛下陈兴无所不找 当为天下之王 希望您能克制诸杀 朱主代奸诉后 齐王献严于帝约 普六如奸 相貌非常 臣美见之 不觉自私 恐非人下 请早除之 第一一之 一问来和 和鬼对约 随公只是守劫人 可 朕一方 若为将领 臣无不破 北周国主武帝一向后代杨奸 亲王宇文献对武帝说 普六如奸 杨奸 相貌异常 臣美自看到他 不觉瞒无所措 恐怕他不会甘居人下 请及早把他除掉 武帝也怀疑杨奸 向来和询问 来和却欺骗说 随公杨奸是个信守名分 注意节操的人 可以镇守一方 如果当将领 将会无间不摧 丁卯 周主还长安 丁卯 十五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先是周主独立七王宪 及内室王毅 谋伐其 又浅乃延卢运 呈三亿安州 总管于义问策 于任杰莫知之 丙子 使赵大将军以上 于大德殿告知 其先北周国主独自和七王毅文献 内室王毅策划征伐北齐 又派乃延卢运 乘义车三次到安州 总管于义那里询问计策 别人都不知道这事 丙子 二十四日 武帝才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 所有官员并告诉他们 丁丑 下诏罚旗 以驻国陈王春 营养公司马肖南 郑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 岳望胜 周昌公侯莫陈崇 赵王 赵伟后三军总管 齐王献率众二万去黎阳 随公阳间 光宁公薛炯江诸师三万自卫入和 梁公侯莫陈瑞率众二万守太行道 深宫李牧率众三万守和阳道 常山宫于义率众二万出臣 乳 义 蒙之兄孙 朕 武之子也 丁丑 二十五日 被捉武帝下赵征逃北齐任命驻国陈王宇文纯 营阳公司马肖南 郑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 岳王宇文成 周昌公侯莫陈崇 赵王宇文 赵伟后三军总管 亲王宇文县率领二万人进军黎阳 随公阳 前 光宁公薛炬率领水军三万人 从渭水进入黄河 梁公侯莫陈瑞率领二万人 在太行道防守 深宫李牧率领三万人 在和阳道防守 长山宫于义率领二万人进军陈州 汝州 王毅是王蒙哥哥的孙子 达西镇是达西武的儿子 周主将出赫阳 内史上是宇文曰 其是建国 欲尽类事 虽曰无道 藩正之刃 尚有其人 经之出师 要须择地 和阳冲耀 精兵所拒 尽力公为 孔难得志 如臣所见 出于坟曲 树小山平 公之一把 用武 之地 莫顾于此 民不中大夫天水赵曰 河南 洛阳 四面受敌 纵得之 不可以守 竟从河北直指太原 惊其长学 可一举而定 遂伯下大夫报红曰 我强其弱 我治其乱 何忧不可 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 比去有北 没有不解 如臣记者 敬兵坟 路 直言尽阳 出其不渝 四位上策 周主皆不从 红 全知敌也 北周国主将进军赫阳 那时上士语文说 其实建国至今 已经有好几代 虽说君主无道 但是胜 任藩镇指手的 还大有人在 现在出兵 必须选择进攻的地点 赫阳地处要冲 是精兵集中的地方 全力加以围攻 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以称的看法 分取一带地方 北齐防守的军队 技少 地势平坦 攻打那里 容易攻克 用兵的地点 以这里为最好 民部中大夫 天水人赵说 河南 洛阳 四面容易遭到敌方的攻击 即使得到这些地方 很难防守 竟从河北直指太原 捣毁齐国的巢穴 可以一举而定 穗伯夏大夫 鲍洪说 我国强盛 各国衰弱 我国安定各国混乱 何必担心攻不克呢 但是相帝在事实 屡次进军洛阳 因为对方早有防备 所以常常不能取胜 按臣的计策 向坟川 陆川进兵 支扑进阳 出其不卑 似乎是上策 北周国主不听他们的意见 暴洪是暴权的弟弟 任武 周主率众六万 直指喝音 杨素请率其父 麾下先驱 周主许之 任武 三十日 北周国主率领六万人 直指喝音 杨夫的儿子杨素 请求率领父亲部下 充当下头部队 得到国主的忠许 十六八月 鬼卯 周前使来聘 十六八月 鬼卯 二十一月 北周派使者到陈朝聘问 十七 周是入其境 尽伐术见价 犯者皆斩 定位 周主公和音大成 拔之 齐王献拔五计 近为路口 拔东 西二城 纵火坟 福桥 桥爵 齐永桥大都督 太安复服 自永桥叶入中城 周人既可难成 为中 二巡不下 洛州赐使 独孤永叶守近雍 周主自攻之 不可 永叶通叶半马曹二干 周人闻之 以为大 君且智而荡之 十七 北周军队进入北齐境内 下令禁止砍伐树木 践踏庄稼 违反者一律斩首 定位 二十五日 北周国主进攻和 殷大城 攻克 亲王宇文建 攻克五计 近为路口 攻克东 西二城 放火烧会福桥 桥段 北齐的永桥大都督 太安复服 这夜晚从永桥进入中城 北周攻克南城以后 包围中城 二十天也没能攻克 北齐的洛州 刺使独孤永叶镇守近雍 北周国主亲自进攻 也没有攻克 独孤永叶连夜赶至二千之马 曹 北周人听说 以为北齐的大军将要来到 感到委屈 九月 齐又成高阿内宫自进阳将兵具周师 至和阳 惠州主有吉 新有业 引兵海 水军焚七周见 复复卫行抬起福桂和约 周师疲弊 愿得惊奇二千追击之 可破也 桂和不虚 九月 北齐又成高阿内宫从进阳率军 抵御北周的军队 他们到达赫阳 正巧北周国主生病 新有 初九 晚上 率军回国 北周水军焚烧了自己的船只 赴福队形抬起福桂和说 北周 军队疲惠不堪 我愿意率领二千惊奇追击他们 可以打败他们 其福桂和不准许 齐王宪 于义 李牧 所向克洁 将拔三十余城 接弃而不守 唯以王要成要害 另一同三思韩正守之 正寻以成将棋 齐王宇文宪 于义 李牧 矛头所向都打了胜仗 投降的和攻克的 有三十多座城池 然而都弃成不多 唯独王要成地处要害 命令已同三思韩正在这里镇守 韩正不久就举城向北齐投降 物银 周主还长安 物银 二十六 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十八 更臣 即以赵燕身为司徒 胡阿列轮为司空 十八 更臣 二十八日 北齐任命赵燕身为司徒 胡阿列轮为司空 十九 润月 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将兵击齐鹏城 仁臣 拜齐兵数万余吕梁 十九 润月 陈朝车骑大将军吴明彻 率军攻打北齐鹏城 仁臣 十一日 在吕梁打败几万骑兵 二十 甲午 周主如同舟 二十 甲午 十三日 北周国主去同舟 二十一 东 十月 祭祀 立皇子书齐为新蔡王 书文为晋西王 二十一 冬季 十月 祭祀 十八日 陈朝立皇子 陈书齐为新蔡王 陈书文为晋西王 二十二 十二月 新骇朔 日有时之 二十二 十二月 新骇朔 初一 初现日时 二十三 仁虚 以王为尚书做图摄 太子詹续吴郡路身 为右图摄 二十三 仁虚 十二日 陈朝任命王为尚书做图摄 太子詹续吴郡路身 为右图摄 二十四 庚午 周主还长安 二十四 庚午 二十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八年 秉申 五百七十六 八年 秉申 公元五百七十六年 一春 正月 鬼位 周主如同州 西卯 如河东 宿川 甲午 赴海同州 一春季 正月 鬼位 初四 北周国主去同州 西卯 十二日 去河东 宿川 甲午 十五日 再回同州 二 甲银 七大赦 二 甲银 北齐大赦全国 三 以卯 七主海业 三 以卯 北齐国主回叶城 四 二月 新有 周主命太子巡抚西土 因法土御魂 上开府 一同大将军王鬼 公正与文孝伯聪行 军中节度 皆为二人 太子养成而已 四 二月 新有 十二日 北周国主命太子去西部巡抚 因而讨伐土御魂 上开府一同大将军王鬼 公正与文孝伯跟随太子同行 军队的调度 都委托这二人 太子只是坐享其成 五 其国杂户为嫁者袭击 有隐匿者 家长作死 五 被其搜求因犯罪没关当奴婢的杂户 中女子尚未出家的 全部集中起来 凡是把这种人隐藏起来的 家长处死 六 人参 也开府一同三司无名彻为司空 六 人参 二十三日 陈朝任命开府一同三司无名彻为司空 七 三月 人参 周主还长安 夏 四月 以卯 赴如同州 七 三月 人参 二十四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夏季 四月 以卯 初期 又去同州 八 几位 上想太庙 八 几位 十一日 陈玄帝到太庙祭祀 九 尚书左菩舍王族 九 陈朝的尚书左菩舍王死 十五月 仁臣 周主还长安 十五月 仁臣 十五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十一 六月 雾申所 日有时之 十一 六月 雾申所 初一 初现日时 十二 心亥 周主想太庙 十二 心亥 初四 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十三 初 太子书宝玉 以左护部尚书将 总为詹事 令管记录于言 于礼部尚书恐换 换位于约 将有潘 路之华而无缘 弃之时 府必处公 却有所难 太子深以为恨 自言于帝 帝将许之 换奏约 将总 文华之事 金皇太子文华不少 岂积于总 如臣所见 愿选敦重之才 以居辅导之旨 帝约 即如青眼 谁当居子 换约 都观赏书王阔 事有一德 实姓敦敏 可以居之 太子实在策 乃约 阔 王太之子 不予为太子 占事 换约 宋朝范叶 及范太之子 亦为太子詹氏 前代不宜 太子故争之 帝族以总为詹氏 总 知曾孙 也 十三 当初 臣朝太子 陈书宝要任命 左胡尚书 将 总为太子詹氏 派管纪陆渝 告诉了 立部尚书 孔患 孔患对陆渝说 将总有盘月 陆基那样的文采 却没有员工 其礼记 那样的真实才能 如果派江总辅佐太子 我有所为难 太子对此很痛恨 便自己向皇帝提出要求 宣帝将要答应他 孔患上宗说 江总 是有才华的人 现在皇太子才华不少 难道还要依靠江总 按臣的看法 希望挑选顿厚稳重的人才 担任辅导皇太 此的职务 宣帝说 按你所说 谁能担任这个职务 孔患说 都观赏书王阔 世代都有美德 财食和性格忠厚聪明 可以担任 皇太子当时正在旁边 便说 王阔是王太的儿子 不宜做太子战士 孔患说 宋朝的范叶 是范太的儿子 也是太子战士 前代也没有因为避讳而产生怀疑 太子坚持力争 宣帝最终还是任命江总为太子詹氏 江总是江的曾孙 贾寅 以上书又仆射陆善为左仆射 地狱里孔患戴善 赵一出 太子举之而止 更以晋灵太守王阔为右仆射 贾寅 初期 陈朝任命上书又仆射陆善为左仆射 宣帝要孔患 代替陆上上书又仆射的职务 赵令已经发出 被太子从中阻止而作罢 该害晋灵太守王阔为上书又仆射 清知 总比太子为长夜之隐 养良帝臣是卫女 太子极微型 由总家 善怒 免总官 不久 江总和太子彻夜饮酒 收养女官 陈氏为女儿 太子屡次便装外出 到江总家里游玩 宣帝大怒 免掉江总的官 直 十四 周立周次使季王康 交金无度 善修容器 因有一谋 思路培荣建直之 康沙荣 秉臣 赐康死 十四 北周立周赐使季王宇文康 交没有节制 整修兵器 暗中有造反的阴谋 思路培荣对他规劝阻止 宇文康将培荣杀死 秉臣 初九 北周五弟将宇文康赐死 十五 丁四 周主如云阳 十五 丁四 初十 北周国主去云阳 十六 更深 其宜阳王赵燕申祖 燕申立世类朝 长参接近 以 温锦著称 祭族 朝贵典机密者 为世中 开府一同三四 胡与孝卿一人而已 其余皆批姓也 孝卿 枪具之子 别于于人 插不贪会 十六 更深 十三日 北齐夷阳王赵燕申死 赵燕申历经几个君主 经常参与机密 以温顺锦盛著称 他死之后 朝贵中主管机密的 只有世中 开府一同三四 胡与孝卿一人而已 其余的都是 售后主宠爱的姓陈 胡与孝卿是 胡与相聚的儿子 和别人比较 不那么贪婪会乱 十七 秋 八 月 姨卯 朱主还长安 十七 秋季 八月 姨卯 初九 北州国主回长安 十八 州太子法土御魂 至福寺城而孩 十八 北州太子征逃土御魂 到达福寺城以后就返回了 功应正义 王端等皆忧宠于太子 太子在车中读施德 亦等皆欲宴 君孩 王等言之于周主 周主怒 帐太子积义等 仍除义等名 功臣亲姓贤 辈浅 太子傅赵义 谢霞如初 义音曰 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 太子曰 义逆之 义 眼之 兄孙也 太子功颖正义 王端等人 都得到太子的宠爱 太子在军中有许多缺的恶劣事 正义等都是参与者 军队还朝 王鬼等告诉了北周国主 国主不忍大怒 棒打了太子和正义等人 将正义等除名 功臣和亲信者都受到谴责 太子重新把正义召来 一同游玩亲近如初 正义因此说 殿下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下 太子听了很高兴 对他更加亲近 正义是正眼哥哥的孙子 周主与太子慎言 每朝见 尽职与群臣无异 虽龙汗圣属 不得休息 以其其酒 敬酒不得至东宫 有过 折家垂踏 常为之曰 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 于而起不堪力写 乃是东宫官属录太子言与动作 每月奏文 太子为地威严 矫情修饰 犹是过恶不上门 北周国主武力对太子很严格 太子每次朝见 行动进退和群臣一样 尽管是严冬圣下 不能得到休息 因为太子是酒 禁止送酒到东宫 太子有过错 动辄用拳头或棍棒则打 曾经对太子说 自古以来太子被废掉 那有多少人 除了你以外 我其他的儿子 难道不能立为太子吗 便命令东宫的官员 记录太子的言语动作 每月向武帝报告 太子害怕武帝的威严 对自己的真情加以掩饰 因此太子的过失和恶行 没有让武帝知道 亡鬼常与小内使贺弱必言 太子必不克负贺 必身以为然 劝鬼称之 鬼后阴事作 言语帝曰 皇太子人叫吴文 恐怖了陛下家事 余臣短暗 不足可信 陛下横以恶弱 必有文武奇才 一场依此为优 第一问必 对曰 皇太子养得春宫 未文有过 进退 毁让帝曰 平生言论 无所不道 金者对养 何得难而反复 帝曰 此宫之过也 太子 国之处父 起义发言 是有错爹 便是灭族 本位宫密臣藏僻 何得岁至昌眼 鬼 默然久之 乃曰 无专心国家 岁不存私计 向着对众 粮食非宜 王鬼曾经和小内使贺弱必说 太子一定不能胜任赴贺 贺弱必很以为然 劝王鬼向北若武帝奏鸣情况 王鬼后来因为在武帝 身边侍奉 因此对武帝说 人们并没有听说皇太子人笑 恐怕他不能解决陛下的家事 于臣我见识短浅不明 说的话不足未信 陛下一向认为贺弱必有文武奇才 他也常常因这件事而担忧 武帝便问贺弱必 贺弱必回答道 皇太子在东宫修养自身的品德 没有听到有什么过失 他退出以后 王鬼则为贺弱必说 你平生言论 无所不说 为什么今天面对皇上 却如此反复无常 贺弱必说 这就是您的过错了 太子 是国家未来的君主 怎么能随便发言 如果事情有差错 便会遭到灭族的下场 本以为您只是向皇上 秘 臣对太子的意见 怎能公开明说 王鬼沉默了很久 便说 我一心为了国家 所以没有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 以前当着大家说这件事 确实不妥当 后鬼因内宴上寿 吕帝西曰 可爱好老公 但很厚似瑞尔 先是 帝问右公伯宇文 孝伯曰 无比来何如 对曰 太子比去天威 更无过时 罢酒 帝则孝 伯曰 公长于我云 太子无过 经归有此言 公为狂矣 孝伯再拜曰 父子之计 人所难言 承知陛下 不能歌词仁爱 遂而结舌 帝之其意 莫然久之 乃曰 朕以为公义 公其免之 后来王鬼 因为参加宫中的饮宴 对五帝祝寿 用手捋着五帝的胡须说 可爱的好老头 只是一汉系成人太弱了 原先 五帝曾经问右公 伯宇文笑伯道 我的儿子近来怎么样 宇文笑伯答道 太子近来害怕陛下的天威 更加没有犯过失 于是五帝停止研究 则被宇文笑伯说 您常常对我说 太子没有过失 现在王鬼对我这样说 可见您是在说谎话 宇文笑伯向五帝两次拜说 父子之间 别人很难说什么 臣知道陛下不能歌词仁爱 所以就不敢说话了 五帝知道了他的意思 沉默了很久 便说 朕已经委托给您了 希望您能尽力而为 王鬼咒言于帝曰 皇太子非设计主 普六如尖茂有反向 帝不悦 曰 避天命尤塞 将若知何 杨茜闻之 甚至身子会腻 王鬼突然对五帝说 皇太子不配做一国之主 普六如尖 杨茜 面貌有反向 五帝听了很不高兴 说 这是天命所决定的 那又怎么办 杨茜听说后 十分害怕 自己竭力隐蔽自己 不出头露面 帝身衣鬼等言为然 但汉王赞次长 又不才 于子皆幼 故得不费 五帝深深感到 王鬼等人的话很对 但是汉王语文赞是 第二个儿子 同样不成才 其他儿子年纪又小 所以皇 太子没有被废掉 十九 丁卯 以司空无名撤为 南远州刺史 十九 丁卯 二十一日 陈朝任命司空无名撤 为南远州刺史 二十 积主如晋阳 迎寒丹宫 二十 北齐后主去晋阳 兴建寒丹宫 二十一 九月 勿须 以皇子书标为淮南王 二十一 九月 勿须 二十三日 陈朝风皇子 陈书标为淮南王 二十二 周主为群臣约 朕去岁数有吉 岁不得可平不扣 前若其境 背见其情 彼之行尸 带同 而戏 况其朝廷混乱 正由群晓 百姓傲然 朝不谋兮 天语不取 恐疑后悔 前出河外 直为父辈 为恶其侯 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 震舍要众 今往攻之 比必来源 吴延军以待 积之必赫 然后成破竹之士 古行尔冬 足以穷其朝雪 逢通闻鬼 朱将多不愿行 帝曰 机不可施 有举无军者 但以军法才知 二十二 北周国主队群臣说 朕去年因为生病 所以没有能平定逃亡在外的盗贼 以前进入其的国境 剑 倒对方的所有情况 他们指挥军队 简直同小孩子玩游戏那样 何况朝天火溃混乱 朝中被一帮小人操纵 老百姓都在安嚎 朝不保夕 赏天赐给我们而不去谋取 恐怕会留下后悔 去年进军和阴 只如同用手拍打对方的后背 没有扼住对方的喉咙 晋州原先是高欢起兵发迹的地方 也是镇守统峡要害重地 现在我们去进攻晋州 对方一定要派兵来救援 我们的军队沿阵一带 发起攻击后一定可以攻克 然后借着破竹之势 大张 旗鼓地向东进攻 足以倒平他们的巢穴 统一天下 将领们都不愿意行动 五帝说 机不可施 凡组织我军事行动的人 一定按军阀制裁 冬 十月 即有 周主自江伐旗 以岳王胜 起攻量 随公阳间围有三军 乔王俭 大将军斗派 光化公秋冲为左三军 齐王献 陈王淳为前军 量 导之子也 冬季 十月 即有 初四 北周国主亲自率军队征伐北齐 任命岳王宇文成 起攻宇文亮 随公阳间围有三军 乔王宇 文简 大将军斗派 光化公秋冲为左三军 亲王宇文献 陈王宇文 纯为前军 宇文亮是宇文道的儿子 秉辰 积主列于其廉池 鬼害 还进阳 先是 靖州刑台所成张彦俊公之勤民 楚有位 百姓暗夜 江亦无余 朱必性恶而代之 由氏公司烦扰 秉辰 十一日 北齐后主在其脸时狩猎 鬼害 十八日 回晋阳 起先 靖州刑台所成张彦俊公正联名 勤劳聪明 储备带用的物资很充足 老百姓安居乐业 边境一带不用担 呦 一些售后主宠宗爱亲近的小人 由于痛恨张彦俊派人取而代之 从此公司之间的纠葛纷扰不已 周主至靖州 军于分取 前期王县 江兵二万首雀属谷 陈王春部 其二万首千里靖 正攻达西镇部 其一万首同军川 大将军 韩明部 其五千首 其子领 燕氏公隐生部其五千首谷中镇 梁成公新韶部其五千首图金冠 赵王昭部其一万四华谷 公其坟州诸城 驻国宇文长部其一万首坟水冠 北周国主抵达晋州 陈兵在分取 派其王宇文献领兵 二万在雀属谷驻守 陈王宇文纯帅部其兵二万人 在千里靖驻守 正攻达西镇率部其兵一万人 在统军川驻守 大将军韩明率部其兵五千人 在其子领驻守 燕氏公隐生率部其兵五千人 在谷中镇驻守 梁成功新韶率部其兵五千人 在普京关驻守 赵王宇文招率部其兵一万 从华谷攻达北齐 分州的一些城池 驻国宇文成率部其兵一万人 在坟水关驻守 且那是王宇坚诸军公平阳城 其邢台铺设海昌廊卫向贵英城聚守 夹子 其疾兵即死 耕武 其主次进阳帅诸军去晋州 周主日自焚取至城下督战 城中窘迹 耕武 邢台左城侯子亲出将瑜州 人身 晋州刺史崔景松收北城 夜 前十请降于周 王轨率众英史 卫明 周江北海段门镇 战朔与数十人先登 于景松同志卫向会所 拔配刀截支 城上鼓噪 骑兵大会 碎克庆州 卫向贵及甲市八千人 派内史王以监督各路军队进攻平阳城 北齐的邢台铺设海昌廊卫向贵 聚成抵抗 甲子 十九日 北齐军队聚集在禁死 耕武 二十五日 北齐后主从晋阳率领各路军队向晋州进发 北周国主当天从坟去来到晋州城下督战 城中情况危急 耕武 二十五日 北齐的邢台左城猴子军出城向北周投降 人参 二十七日 晋州刺史崔景松防守北城 晚上 派使者出城向北周景秋投降 王鬼率领众军响应崔景松 天还没有亮 北周将领北海人论文镇 手持长矛和几十人先行登上城头 和崔景松一同到卫相柜那里 把主配刀向他砍去 城上呼喊骚乱 骑兵大会 于是攻克晋州 俘虏了卫相贵和他部下的贾士八千人 其主方与冯淑妃列于天时 晋州告急者 自胆制武 一马三指 又承向高阿纳公约 大家正为乐 编笔小小交兵 乃是常事 和急奏文 志木 施根志 云平阳一线 乃走之 其主将海 淑妃请更杀一围 其主从之 北齐后主阵和冯淑妃在天池狩猎 晋州告急的人 从早晨到中午 其一马来了三次 又承向高阿纳公说 皇上正在取乐 边境有小小的 军事行动 这是很平常的事 何必急着来搜报 到傍晚 告急的使者再次到来 说平阳已经陷落 这才向君主奏报 北齐国主准备回去 冯淑妃却要求君主再围猎一次 北齐国主听从了他的要求 周齐王县公把红洞 永安二城 更图进去 亲人坟桥首险 君不得进 乃屯永安 是永昌公春屯姬七远 法百围安以立营 春 广之地也 北州的齐王宇文县攻下轰动 永安二座城池 准备进一步攻去其他地方 北齐分烧老桥 梁聚显防守 北州的军队无法前进 便驻屯在永安 派永昌公宇文春在姬七远驻屯 砍伐柏树建造小屋作为军营 宇文春是宇文广的弟弟 回有其主分军万人 向千里静 又分军处分水关 自率大军上姬七远 宇文成前人告急 齐王献自救之 骑士退 成破机 破之 额尔春告其师稍逼 献父还救之 与其对臣 这也不战 惠州主赵献海 献眼兵夜去 其人见百安在 不知叫明日是知之 其主使高阿难公将前进先进 仍结 杜朱军 回有 二十八日 北齐后主分出一万军队 向千里静进发 又分出军队向分水关 自己统率大军上姬七远 宇文成派人告急 亲王宇文献自己率领军队去救援 北齐军队退走 宇文成在后面追击 将北齐军队打败 不多久 宇文春报告北齐军队逐渐逼近 宇文献又返回救援 他的军队列阵和北齐军队对峙 到夜晚时还不跟对方作战 驾桥北州国主赵宇文献回去 他便领着军队在晚上撤退 北齐方面看到百树的小房子还在 所以没有发觉 到第二天 才知道宇文献的军队撤走了 北齐后主派告阿纳公帅领前军先行进发 仍旧节制调度其他军队的行动 甲虚 周已尚开辅仪同大将军安定梁氏燕为晋州刺史 留精兵一万阵制 甲虚 29日 北州任命尚开辅仪同大将军安定人梁氏燕为晋州刺史 留下一万精兵在这里镇守 十一月吉卯吉主至平阳 朱竹以骑兵兮急 生士甚盛 且玉兮还以碧且封 开辅仪同大将军宇文新建约 以陛下 知圣物 成敌人之荒纵 何患不可 若时期的令主 君臣协力 虽汤 武之事 为一瓶饮 金主暗沉于 事无斗志 虽有百万之众 实为陛下奉儿 君正经赵王曰 其时济港 于此类事 天讲周事 一战而恶其喉 取乱武王 正在今日 誓之而去 谈所未遇 朱竹虽善其言 静引君孩 心 贵之子也 十一月 吉卯 初四 北齐后主到平阳 北周国主认为 北齐军队刚刚集结 声势很上 打算向西面 回去避开对方的锋芒 开辅仪同大将军 宇文新劝说道 以陛下的圣名威武 成敌人的荒淫放纵 何必担心 不能攻克他们 如果齐国出现 一个好的君主 君臣同心协力 那么就是有商汤 周五王的声势 也不亦讨平对方 现在齐国的君主昏庸 陈辽愚蠢 军队没有斗志 虽有百万之众 实际上是送给陛下的 君正经赵王说 齐国的干继败坏 到目前已经有两代了 上天庇护家将我们周盲事 经过一战而扼住对方的咽喉 古人说的功却动乱七零百 王之国正在今天 放过他们而自己退走 陈实在不能理解 北周国主虽然认为他的话有理 但还是带领军队返回了 宇文新是宇文贵的儿子 周主刘七王献为后聚 及时追之 献与宇文新各将把旗御战 斩旗肖将赫兰豹子等 其时乃退 献引军渡坟 追及周主于玉璧 北周国主留下七王宇文贵 作为后面的阻击部队 北齐军队追来 宇文贵和宇文新各领 一百名骑兵和他们战斗 杀死北齐的永江 赫兰豹子等人 北齐军队变退 走 宇文贵带领军队渡过分水 在玉璧追上了北周国主 其时随为平阳 昼夜共知 城中危急 楼碟接近 所存之城 寻润而已 或短兵相接 或交马出入 外援不至 众皆证据 梁氏燕慷慨自若 未将之曰 死在今日 无为耳先 于是永烈其分 呼声动地 无不宜当摆 其失少阙 乃令妻妾 军民 妇女 昼夜修成 三日而旧 周主使七王县 将兵六万屯宿川 遥卫平阳声援 其人坐地道公平阳 城县十余部 将是城市玉 入 其主是茄子 照封书妃观誓 书妃装典 不时至 周人引目去塞之 承岁不下 旧俗相传 近周城西时上有圣人祭 书妃欲望观誓 其主孔敬是吉桥 乃抽公城墓造远桥 其主欲输妃渡桥 桥坏 至夜乃海 北齐军队便围困了平阳 昼夜发起进攻 城里形势危急 城上的低楼和矮墙都被移平 残存的城墙 只有六七尺高 双方或是短兵相接 或是马匹可以随意从城墙上进出 城外的援兵不来 人们都感到震惊害怕 梁士燕 慷慨从容 对将士们说 如果今天战死 我一定先你们而死 于是大家激昂奋气 喊声动地 无不以一当百 北齐军队稍稍后退 梁士燕下令妻妾 军民 妇女 昼夜休成 三天休好 北周国主派区王宇文县 率兵六万柱囤在宿川 远远地为平阳声援 北齐挖掘地道进攻平阳 城下线了好几帐 将士们城市准备进入城内 北齐后主下令暂时停止 把冯淑妃召来一同观看 冯淑妃穿衣打扮 没有及时到来 北周人用木头堵住了下 县的地方 平阳城便没有被攻克 就俗相传 镜州城西的使徒上有圣人的遗迹 冯淑妃想去那里观看 北齐后主恐怕对方的剑会射到桥上 便抽到用来攻城的大木头 在离城较远的地方造了一座桥 北齐后主和冯淑妃过桥时 桥梁损坏 到晚上才返 鬼四 朱主还长安 甲午 傅下赵 以其人为晋州 更帅朱君及之 丙申 重其将仁止海 丁有 朱主发长安 仁淫 济和 与朱君和 十二月 丁位 朱主治高县 遣驱王帅所不心 向平阳 悟申 朱主治平阳 更须 朱君总及 凡八万人 烧尽 逼成至尘 东西二十余里 鬼四 十八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甲午 十九日 再次下诏 因为北齐围控晋州 又统帅军队前往攻打 丙申 二十一日 释放北齐的投降者让他们回去 丁有 二十二日 北周国主从长安出发 任淫 二十七日 渡过黄河 和各路军队会合 十二月 丁位 初三 北周国主到高险 派区王宇文县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向平阳 进发 勿深 初四 北周国主到平阳 更须 初六 各路军队一起集中 有八万人 逐渐向前推进 兵临城下百开阵势 东西绵延有二十多列地 先是其人孔周师粗旨 于城南穿茜 自桥山属于分水 其主大出兵 臣与欠北 周主命齐王献持网关时 献赴命曰 一于尔 请破之而后时 周主曰 曰 如如言 无无忧意 周主乘长御马 从树人寻臣 所知哲乎主帅姓名未免之 将士喜于见之 贤私自分 将战 有私 清换马 周主曰 镇独成两马 愈何之 周主欲保其师 爱赞而止 自旦之身 相持不绝 其些北齐 恐怕北周的军队突然来到 在城南遭通户城河 从桥山连接到分水 北齐后主派出大批军队 在护城河的北面列镇 北周国主令令 欺望宇文献持马去那里观察 宇文献回来报告说 这很好对付 请先攻破 然后吃饭 北周国主很高兴 说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就不担心了 北周国主 骑着平时所用的马屁 有几个人 跟随道来到镇前巡视 所到之处就称呼主帅的姓名 予以慰问鼓励 将士们对背国军 了解信任感到很高兴 都想奋勇作战 临战前 随从官员请君主换马 北周国主说 朕独自一人骑着骏马 要到哪里去 北周国主要逼近北齐军队 由于有护城河的阻碍而停下来 从早上直到下午 双方相识不下 其主位告阿纳公约 战是血 不战是血 阿纳公约 无兵虽多 勘战不过十万 并伤积绕城桥 惹负三分居一 西宫玉毕 元 君来击退 今日将士 弃圣神武是血 不如物战 居守高梁桥 安兔庚约 一撮许贼 马上赐取 至诸分水中二 其主义味觉 主内参约 比一天子 我一天子 比上能远来 我何为首欠示弱 其主约 此言是隐 于是田谦难隐 周主大喜 乐诸君及之 北齐后主对高阿纳公说 是打对 还是不打对 高阿纳公说 我们军队的人数虽多 但能作战的不过十万人 其中生病负伤和在城四周打柴做饭的又占三 分之一 从前攻待遇避时 援军一到就马上退走 今天的将士 怎能胜过神武皇帝时代的将士 倒不如不打 退守高梁桥 安兔庚说 一小撮贼人 只不过是在马背上刺杀捉住他们 然后扔在坟水中而已 北齐后主还是犹豫不决 一些太监们说 他是天子 陛下也是天子 他上去能从老远的地方来 我们为什么只是守着护城和表示出阙弱 北齐国主说 这话说得对 于是田塞了护城和拔水引向南面 北周国主听到 后非常高兴 统帅各路军队发起攻击 兵才和 其主与冯淑妃并且观战 东篇少阙 淑妃不曰 军败也 鲁尚书是长阳王 木提婆曰 大家去 大家去 其主及以淑妃奔高梁桥 开府仪同森司 西长剑曰 半进半退 战之长体 金兵重权整 未有亏伤 陛下舍此安置 马族一动 人情骇乱 不可覆赠 愿宿还安慰之 五位张长山自后置 一约 君学收弃 甚完整 为成兵一不动 至尊一回 不信尘言 其将内参往事 其主将从之 木提婆引其主走约 此言难信 其主随 以淑妃北走 其师大溃 死者满鱼人 君资器械 宋百里坚 为弃山击 安德王延宗 独权军而排 双方军队刚接触 北齐后主和冯淑妃 一起骑着马去观战 东面的部分军队 稍稍后退 冯淑妃害怕说 我们的军队打败了 鲁尚书是长阳王 木提婆说 皇上快离开 皇上快离开 北齐后主就和冯淑妃 退本高梁桥 开府仪同三司西长 想后主劝阻说 军队半进半退 是作战时的常规 目前士兵们都完全整齐 没有受到挫折死亡 陛下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 马脚一动 人的情绪就会惊恐混乱 不能重新振作 希望陛下迅速回去安慰他们 武卫张常山从后面赶到 也说军队很快就收拢完毕 非常完整 围城的士兵也没有动摇 天子最好返回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请求天子领太监去寻看 北齐后主将按他所说的去做 木提婆却拉着北齐后主的胳膊说 他的话难以相信 北齐后主变怠 冯淑妃向北退走 北齐军队大败溃散 死了一万多人 军用物资器械 在几百里间被遗弃的堆积如山 唯有安德王高颜宗全军而回 其主制宏洞 淑妃方以粉镜字丸 后生乱 超贼制 于是复走 先是其主以淑妃为有功勋 将立为左皇后 前内参议进阳去皇后服御宅等 只是 欲于中途 其主为安佩 命淑妃住之 然后去 北齐后主到了洪洞 冯淑妃正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自我欣赏 后面的声音嘈杂 高喊敌人已经到来 于是 他再次逃走 原先北齐后主以为冯淑妃有功勋 准备理他为左皇后 派太见到晋阳去取皇后所穿的礼服等 这时 他们在途中相遇 北齐后主拉紧往江上漫步走 叫冯淑妃穿上礼服 然后离去 辛亥 朱主入平阳 梁氏燕见周主 持周主须而契约 臣己不见陛下 周主意为之流涕 辛亥 初期 北周国主进入平阳 梁氏燕见到周主 用手握着周主的胡须哭泣说 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 北周国主也动情流泪 周主 以将士疲闭 欲隐孩 石燕扣马建约 金骑士顿散 重心皆动 因骑聚而攻之 其事必举 周主从之 执其首曰 于得尽周 为平其之机 若不顾首 则大事不成 朕无前忧 为御后辩 如善为我首之 遂帅朱将追其师 朱将顾请戏海 周主曰 纵迪换生 清等若移 朕将独亡 朱将乃不敢言 鬼丑 至分水观 北周国主 由于将士疲乏困倦 准备率军回朝 梁氏燕乐住 周主的马规劝说 现在齐国的军队败退逃散 人心浮动 成他们恐惧时发起进攻 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北周君主听从了他的意见 握住他的手说 我得到信州 这是平定齐国的基础 如果不坚决守住 就会大事不成 朕没有前忧 只忧虑后辩 你好好为我守住这里 于是率领将士们 追赶北极军队 将领们坚持请周主席归 北周国主说 放走乱人 霍患就会发生 你们如果有怀疑 朕将独自前去 将领们于是不敢再说 鬼丑 初九 到了坟水观 其主入晋阳 有据不知所知 甲银 其大舍 其主问既于朝臣 解约 一省负西义 一位民心 收一兵 悲成死战 以安设计 其主欲留安德王严宗 广宁王孝横守晋阳 自向北朔州 若晋阳不守 则本突雪 群臣皆以为不可 地不从 北齐后主进入晋阳 担忧害怕的不知怎么办 甲银 初十 北齐大赦全国 北齐后主向朝臣们询问计策 朝臣们都说 应该减少赋税 停止劳役 以安慰民心 收拾残存的士兵 悲成拼死作战 以稳定国家 北齐后主要把安德王高严宗 广宁王高校航留下阵守晋阳 自己去北朔州 如果晋阳失守 就投奔突厥 群臣们都认为不能这样 后主不听 开府仪同三司和拔福恩等宿位进城 三十余人西奔州军 州主封赏各有差 开府仪同三司和拔福恩等宿位进城三十多人 向西投奔北州军队 北州国主队他们分别封赏 高阿纳宫所步兵上一晚 守高臂 与众保落女寨 州主尹军向高臂 阿内宫望风退走 齐王献攻落女寨 拔 知 有军士高阿纳宫招引西军 其主令是中胡律孝卿简秀 孝卿以为旺 还 至晋阳 阿内宫复心复高阿纳宫谋反 又以为旺 占之 北齐的高阿纳宫部下还有一万军队 在高臂镇守 其余的军队保卫落女寨 北州国主率领军队指向高臂 高阿内宫望风退走 齐王宇文献攻打落女寨 攻克 北齐有军士举告高阿纳宫 招引西面的北州军队 北齐后主命令是中胡律孝卿去检查核实 胡律孝卿认为是胡说 他回到晋阳 高阿南宫的心 傅又向他去告高阿内宫谋反 胡律孝卿又认为这是胡说 将举告人杀死 以某其主召安德王严宗 广宁王孝恒母兵 严宗入见其主告已运向北朔州 严宗弃见不从密前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 以某十一日 北齐后主召令安德王高严宗 广宁王高孝行征兵 高严宗觐见北齐后主 后主告诉他自己要去北朔州 高严宗哭着劝阻 后主不听 秘密地太左右先把皇太后太子送到北朔州 秉辰 州主与齐王宪 会于解修 齐开府仪同三思汗建业俱成将 以为上驻国 封还宫 秉辰 十二日 北周后主和齐王宇文宪在解修会合 北齐开府仪同三思汗建业俱成投降 被北周任命为上驻国 封为还宫 事业 齐主御顿去 主将不从 丁四 州十至晋阳 齐主副大赦 改元龙化 以安德王延宗为相国 秉州赐使 纵山西兵 魏约 秉州兄自取之 而今去矣 延宗曰 陛下未设计误动 臣内陛下出此立战 必能破之 穆提颇曰 至尊纪已成 王不得折举 齐主乃夜展五龙门而出 玉本突雪 从关多散 领军梅上蓝寇马剑 乃回香叶 十维高阿南公等师于齐从 广宁王孝衡 乡成王燕到济制 得数十人语据 当天晚上 北齐国主准备逃走 将领们都不肯跟从 丁四 十三日 北州军队到晋阳 北齐后主再次大赦全国 把年号改为荣化 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 秉州赐使 总辖山西的军队 对他说 秉州请兄长自己取走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 高延宗说 陛下应该替国家着想不要走 臣愿意为陛下拼此作战 一定能把他们打败 穆提婆说 天子大计已定 安德王不能屡家阻挠 北齐后主便在晚上破五龙门出走 要投降突厥 随从的官员纷纷散去 领军梅圣郎乐住后主的马家已规劝 这才返回叶城 当时只有高阿南宫等十几人骑马跟随 广宁王高孝衡 江城王高雁道相继来道 只有几十人和后主在一起 穆提婆西本周军 陆令宣自杀 家属接诸美 周主 以提婆为祝国 移州赐使 下赵与其群陈曰 若妙尽人谋 申达天命 关荣绝赏 各有家隆 或我之江族 陶一彼朝 无问贵贱 皆从当敌 自是其陈将者相继 穆提婆向西 投奔北周军队 陆令宣自杀 他的家属都被诛杀 北周国主任命穆提婆为诸国 移州赐使 下赵告示北齐的群臣说 如果能竭力献计献策 深深通晓上天的意志 就能受官赏绝 各有所加 如果我们的将领士兵 逃到齐朝 不论贵贱 一律加以扫荡间 灭 因此北齐官吏都相继向北周投降 初其高族为北丞相 以唐雍典外兵曹 太原白剑典其兵曹 皆以善说计 公布账授为任 及其受善 诸四贤归上书 为二曹不费 耕云二省 雍官之路上书是 建官之中书令 长典二省 是称唐 白 雍兼领度之 预告阿内功有戏 阿那功赠之 其主斥是中乎律孝卿 总之骑兵 度之 孝卿是多专爵 不负寻柄 雍自已素习就是 为孝卿所倾 亦甚欲欲 及其主还也 雍遂流尽阳 并周将帅请于安德王严宗曰 王不畏天子 诸人时不能为王出死力 严宗不得已 勿武 及皇帝位 下诏曰 武平禅弱 正由公术 展观叶顿 莫之锁 王公清世 魏剑特逼 金之城保卫 大舍 改元德昌 以晋昌王唐雍为宰相 其仓王莫多楼敬险 树阳王优为大将军断畅 开府仪同三思汗古乎等为将律 敬险 戴文之子隐 众文之 不照而至者 前后相属 严宗发抚藏其后宫美女以赐将士 既美内三十余家 其主文 知 魏晋晨曰 问宁是周得并周 不予安得得之 左右曰 李然 严宗见世族 皆亲职守称名 流涕乌业 重征为死 童儿女子 亦成乌壤妹 头专时已欲敌 当初 神武帝高官是东魏丞相 任命唐雍主管外兵曹 太原人白剑主管齐兵曹 两人都因善于文字筹算 精于管理账目侧击而被委任 等到北齐禅寿东魏的地位以后 其他部门都归入尚书省 只有上述二草没有废除 而是改名外兵省 齐兵省 唐雍当官道路上书 是 白剑当官道中书令 常常主管这二省 当时被人称为唐 白 唐雍监管杜之省 与高阿纳公有矛盾 高阿纳公便向其主说唐雍的坏话 被其后主施令是中胡律孝卿 总之齐兵省杜之省 胡律孝卿处理事情往往独断专行 不再征求唐雍的意见 唐雍自以为熟悉这二省的情况 因为被胡律孝卿轻视 心里非常抑郁 到北齐国主回到叶城以后 唐雍便留在晋阳 丙州的将帅请求安德王高颜宗说 您不当天子 大家实在不能伟 您安德王出死力 高颜宗不得已 五五十四日即位当皇帝 下诏书说 当今皇帝怒若无能 朝政游宫里的小人把持 破关在晚上逃顿 不知去了哪里 鲁城王公轻视推代香强 现在只得继承皇帝的大位 大赦全国 改年号为德昌 任命晋昌王唐雍为宰相 其仓王莫多楼敬险 树阳王又为大将军断唱 开府仪同三思汗谷呼等人为将帅 莫多楼敬显是莫多楼戴文的儿子 大家听到消息 不照而来的人 前后连续不断 高颜宗散法王府中的储藏 和后宫里的美女赏赐给将士们 查昌没收了十几家太监 北齐后主听说后 对敬臣说 我宁愿让周朝得到病州 不愿让安德王得到塔 左右的敬臣说 必当如此 高颜宗看见士兵时 都亲自握住他们的手 称呼他们的姓名 众人流泪悲喜出声 争主为他笑死 儿童妇女也都登上房顶履起衣袖 头是砖头十块抵抗敌人 几位 周主至晋阳 更申 其主入夜 周氏为晋阳 似合如黑云 安德王言 宗命莫多楼敬险 韩古湖去城南 和阿盖子 段唱去城东 自率种去其王献于城北 言宗素肥 前如眼 后如福 人长孝之 只是 奋打往来督战 紧节若飞 缩向无前 和阿盖子 段唱以千奇奔诸君 周主攻东门 季婚 碎入之 禁焚佛寺 言宗 竟显自门入 家机之 周师大乱 征门 香田压 塞路不得尽 亲人从后酌刺 死者二千余人 周主左右略尽 自拔无路 陈玉上士张寿千马寿 赫巴夫恩一边扶齐后 齐驱得出 齐 人奋姬 即中之 城东道恶曲 夫恩即将者 皮自信导之 谨得免 十以四更 言宗魏州主位乱兵所杀 始于姬时中求偿猎者 不得 十其人即节 陆方言九 尽罪悟 言宗不复能整 齐卫 十五日 北周国主到晋阳 更深 十六日 北齐后主进入野城 北周军队包围了晋阳 他们的军衣和旗帜都是黑色 所以城的四面就像黑云一般 安德王高言宗命令 莫多履敬险 韩古胡在城南抵抗 和阿盖子段畅在城东抵抗 自己率领 众军在城北抵抗北周的齐王宇文县 高言宗身体肥胖 前看向仰面朝天 后看向佛服在地 人们常常取笑他的模样 这时 他挥舞长矛来回都站 强劲有力敏捷的像飞一般 只向哪里 谁也抵抗不住 和阿盖子段畅率领一千齐兵直奔北周的军队 北周国主进攻进阳的东门 当时天色昏暗 便进到城里 放火焚烧城里的佛庙 高言宗 莫多履敬险从城门进入 两面架击 北周军队大乱 争着逃出城门 城门间人群田塞起压 堵住 了道路无法前进 北齐人从后刀砍茅刺 北周军队死了二千多人 北周国主左右的人几乎都已死散 自己走投无路 成玉上是张寿前着马头 赫巴夫恩用鞭子抽打马的后部 困难艰险递出了城 亲人奋勇追击 几乎打中了他 进阳城东的道路狭隘弯曲 赫巴夫恩和投降北周的皮子信 在前面带入 这才幸免于死 这时已经是深夜四更 高言宗以为北周国主 已经被乱兵所杀 派人在堆积的尸体中 寻找刘友常胡须的人 没有找到 当时 北齐人打了圣仗 到街坊间饮酒 都喝醉了睡在地上 高言宗无法整理队伍 周主主称 吉慎 玉顿曲 主将一夺劝之海 宇文新宝然靖曰 陛下赐克庆州 承胜至此 金梅主奔波 关东享阵 自古行兵 未有弱司之胜 昨日破城 将士轻敌 威又不利 何族为怀 丈夫当死中求生 败中取胜 金破竹之事已成 奈何弃之而去 齐王献 驻国王毅 亦以为去必不免 段畅等又甚严惩内空虚 周主入马 明脚守兵 额请赴阵 新有 海公东门 克之 严宗战利区 走至城北 周人秦之 周主下马之骑手 严宗辞曰 死人守 和赶破至尊 周主曰 两国天子 非有怨恶 只为百姓来耳 忠不相害 勿不也 师父一貌而立之 唐雍等皆将于周 独莫多楼敬险半夜 其主已为司徒 北周国主厨称逆后 非常饥饿 想逃走 将领们也多劝他回去 宇文心发怒变色而禁言 陛下从攻克庆州以来 乘胜到了这里 现在各国的围主劳碌奔逃 关东一带 想升震天 自古以来用兵 没有像这次的盛大 昨天破城时 由于将士轻敌 所以遭受一点挫折 这又何必放在心上 大丈夫应当从死中求生 败中取胜 现在破竹之势已经形成 为什么要放弃他而离去 亲王宇文献 祝国王毅也认为不能放弃离开 段畅又极力说 既杨成李已经空虚 北周国主于是勒马停止后撤 吹向号角集合军队 不多久军事重新振作 新有 十七日早晨 返回攻打东门 终于攻克 高延宗在作战中力量 用劲 跑到城北 被北周军队捉住 北周国主下马握住他的手 高延宗慈谢说 我是此人的手 怎敢靠近天子 北周国主说 两个国家的天子 并非有怨仇憎恨 都是为了救老百姓而来的 我终究不会加害于您 不必害怕 请他重新穿戴起衣帽而呆之一礼 唐雍等都投降了北周 只有莫多吕敬县逃奔到叶城 北齐后主任命他为司徒 言宗处称尊号 前使修起于盈州刺史任称王 曰 至尊出奔 宗庙势众 全宫劝破 全主号令 是您 终归叔父 曰 我仁臣 何荣寿此起 指使者送业 高延宗刚称皇帝时 派人写了书查给盈州刺史任称王高 信里说 天子除奔 国家的事情繁重 我因为王公们的劝说相强 暂时主持国家的号令 视讯安定以后 皇位最终会还给叔父 高说 我只是一个臣子 怎能容许接受这样的书闸 把使者捉起来送到叶城 仁虚 周主大赦 削除旗帜 收礼文武之事 仁虚 十八日 北周国主大赦 全国 取消北齐的制度 招收并领域文武之事 业一楼千聘于其 其参军高尊以情书于其 其人拒之于晋阳 周主即可晋阳 照千 劳之 执尊父前 任其报复 千顿首 请赦之 周主曰 倾可聚众脱面 是其之愧 千曰 以尊之罪 又非脱面可责 地善其言而止 千代尊如初 当初北周的一楼千聘问北齐 他的参军高尊把北周将 征伐北齐的情报通报北齐 北齐便把一楼千扣留在晋阳 北周国主五帝攻下晋阳以后 召见一楼千 对他加以慰问 捉了高尊交给一楼千 让他进行报复 一楼千对北周五帝叩头 请求赦免高尊 五帝说 您可以召集大家 向他脸上吐口水 使他知道羞愧 一楼千说 以高尊的罪行 不是向脸上吐口水所能责备的 五帝认为他的话很对 而没有责罚高尊 尹楼千对待高尊 亦如既往 陈光曰 赏有公 朱有罪 此人均知任也 高尊奉使一国 陆谢大谋 思叛臣也 周高祖不自行路 乃以此签 使之赴愿 施政 行矣 孔子为以得抱怨者何以报德 为签者 以此而不受 归朱有司 以正典行 乃请而设之以成其司名 每则每矣 亦非公义也 臣司马光曰 赏有公 朱有罪 这是君主的责任 高尊奉命出使一国 泄露重大的机密 这就是汉臣 北周高祖不是自己下令家以处死 却把他送给一楼千 使他报复怨恨 有失行赏的交话 孔子所说的以得抱怨者 用什么来报德 作为一楼千 应当推掉而不接受 把高尊送交官府 明正典型 他却 请求君主对高尊赦免 以取得个人的好名声 美倒是美了 但并不符合公义 二十三 其主命力重赏以慕战士 而竟不出物 广宁王孝衡 请使任称王 将幽州盗兵入土门 扬升去并州 独孤永夜加洛州盗兵入土门 不通关 扬升去长安 臣请将荆棘兵出府口 孤行逆战 狄门南北有兵 自然逃愧 又警出工人珍毛赏将士 其主不悦 狐吕孝卿 敬其主勤劳将士 为之传词 且曰 以慷慷流涕 以感激人心 其主即处 临重 将令之 不负己所受言 遂大孝 左右一孝 将士怒曰 身上如此 无备何疾 皆无占心 于是自大丞相以下 太宰 三师 大司马 大将军 三公等官 并增援而受 或三或四 不可胜数 二十三 北齐后主命令 立冲赏来征务战士 而竟然不拿出东西来 黄与王高校航请求 派任陈王高率领 幼州大的士兵 开进土门关 扬言进去并州 独孤永夜 率领幼州大的士兵 开进铜关 扬言进去长安 陈请求率领京基的士兵出府口 几顾前进 迎战 敌人听到南北有兵 自然逃走溃散 又请求取出宫女和珍宝闪给将士 北齐后主很不高兴 胡吕孝卿经北齐国主亲自为劳将士 替后主撰写文词 并且说 应该慷慨流泪 以感动激励人心 北齐后主走出来 面对大家将要发布后令 却忘记了胡吕孝卿告诉他的话 便大笑起来 左右的人也笑 将士们发怒说 他们自身还这样 我们何必着急 都没有打仗的心思 于是只好从大成效一下 太宰 三师 大司马 大将军 三公等高官 都增加编制受给官职 或者三人或者四人 多到不可胜数 朔州行台铺设高麦江兵 侍卫太后 太子 自土门到海燕 施幻观仪同三姿狗子义 犹是宠纵暴 民间机制 众英权博士取之 卖之以训 将斩之 太后就之 得勉 或未卖曰 子义之徒 严成祸福 独服律后换血 卖攘媚曰 今夕后已居并周 达官律坚委判 正左此被拙乱朝廷 若得今日斩之 明日受诸 亦无所恨 麦 岳之子也 甲子 齐 太后至也 朔州行台铺设高麦带兵 十位太后 太子 从土门 官义路回到叶城 当时 宦官夷同三姿谷子义等人 还依仗君主的宠 受放纵横暴 老百姓的鸡猪 被他们放出的猎鹰 和猎狗搏击猎鸟 然后抢走 高麦捉住他们当中宣布 将要把他们处死 太后说情求救 得到赦免 有人对高麦说 狗子一只流 说话能使人到获得福 你难道不担心后患吗? 高麦履起衣袖说 现在熄灭的敌寇已经占领了并州 显贵的大臣们都弃直叛逃 正因为这帮家伙 把朝廷搞得污浊混乱 如果我能在今天把他们杀掉 自己明天被处死 也没有遗憾 高麦是高月的儿子 家子 二十日 北齐太后到叶城 秉吟 周主出其宫中珍宝 福丸籍宫女二千人 班子将士 家立功者官决各有差 周主问高颜宗以取业之策 此曰 此非邦国之臣所及 强问之 乃曰 若任陈王居业 臣不能指 若今主自首 陛下兵不许任 回友 周氏居业 命七王献先驱 以上祝国陈王尊为禀 周总管 禀言 二十二日 北周国主取出北齐宫中的珍宝服用和晚赏的物品 以及二千个宫女 班子给将士 对立功者案等极佳官决 北周国主向高颜宗 询问夺取叶城的计策 高颜宗推辞说 这不是王国之臣所能回答的 强迫他回答 高颜宗才说 如果是任成王聚首叶城 那么臣无法知道 如果是当今其主自己聚首 那么陛下可以不经交锋就取得胜利 回友 二十九日 北周军队进取叶城 命令七王宇文献为先驱 任命上祝国陈王宇文淳为并州总管 其主引诸贵沉入诸雀门 赐酒时 问以宇宙之策 人人异议 其主不知所从 世时人情聚 莫有斗心 朝时出将 昼夜相熟 高麦曰 经之盼者 多是贵人 至于祖武 有未离心 请追五品以上家属 至之三台 因邪之也战 若不结 则坟牌 此曹顾惜妻子 必当死战 且王室贫北 贼徒清我 京北成一绝 理必破之 其主不能用 忘弃者言 当有格意 其主引上书令高原海等一 一天 统故事 禅为皇太子 北齐后主领着险贵大臣进朱雀门 赐给他们酒食 询问抵御北周的计策 个人的说法不一 北齐后主不知听谁的好 这是人们的心情恐惧 没有打仗的心思 朝中的士官出城投降 白天黑夜接连不断 高麦说 现在的叛徒 很多是显贵 至于一般的士兵 还没有离心 请追回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 安置在三台 并强迫他们参加打仗 如果不能取胜 就焚烧他们家属所在的三台 这种人都顾惜自己的老婆 孩子一定会拼死作战 况且我们的军队频频败北 敌人一定轻视我们 现在悲惩决意死战 按理一定能打败他们 北齐后主不采纳高麦的意见 东兴向变化的人说 朝廷将会有变革更易 北齐后主教来上书 令高原海等人商议 决定按照武成李禅威给他的做法 把地位传给皇太子